根据《施华日报》报道,53岁张卫健和小9岁张倩结婚11年,最近她接受中国媒体专访,经报工作时曾收到女星暧昧暗示。 若有人邀她深夜研究吻戏,她坦言自己并非圣人,真不知道能不能把持住,因此她只能自我管束严格,不要让自己有对不起妻子的机会,而这也是她多年来始终灵绯闻的主因。 张卫健近日接受《优酷娱乐》专访,说出与大帅哥的相同之处,她表示永不放弃,充满信心,从意而终。 她说自己出道多年来,最引以为傲的,就是在感情方面始终灵绯闻。 她指自己并不属于妻管颜的类型,但是我自己管自己挺严格的。 被问如何避免妃闻上身,张卫健认为,人难免有妻情六欲,偶尔也会有想入妃妃的时候,不要踩地雷的方法就是不要给自己机会,不要让人误会,因此自己的工作人员全选男生。 又问是否收过暗示或深夜聊剧本邀约,张卫健直言当然有,但她总是似两拨千金回,明天见,若真有女星邀她深夜研究吻戏,张卫健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,自己又不是圣人,她真的没办法肯定能不能坚持下去, 只能让自己杜绝任何机会,也是重要的婚姻相守之道。 以上所有资讯与图片揭源自施华日报。